咱们继续讲 绝白 孤北 近视雨 不算 邪明布局 但是很冷门 当然红方不能打过来 可以顺炮 上马 出局 也可以猎炮 上马 出局 黑方快速返现 所以炮不轻炮 近视雨 大概率 使过攻炮 红方进兵 致马 黑方就停足 要干什么呢 准备对兵族 大出局 所以红方 守住河口 黑方进足 拿正马受制 所以编马 然后平炮 喵轮马 准备出局 黑方就外马封 那红方一看 你也封不住啊 我可以横着走 天生居 也是过攻炮的 惯用手法 下面 进居族林 就是刚才挺足的第二个作用 然后进足 就准备杀马 红方 只能是交换了 这样打通居路 红方 红方如果进兵 打通 河口 底线就露封 所以进巷 准备 过兵 黑方 上马 灯泡 在进居 给吊住 红方就进居 卡住向眼 准备打巷了 黑方 直接上马 打巷 那小 黑方平降 给将 还杀 红方 只能进居 下面 黑方 怎么办 双局 准备 一杯不醉 两杯醉 顾名 双杯 见酒 但是 红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平帅 风平浪静了 对不对 因为人家老帅在这边 你的强子 基本都在这边 人家 内线也有拘 杀不透 但是 民间手抄本 号称野路子大权 风平浪静 必有杀招 黑方 黑方是七步 连杀 怎么下手呢 戏举攻杀 然后浸泡一将 只能 进帅 平均一将 只能 变炮 退炮 退炮一将 红方都是单向选择 然后又带向 只能走向 再然后 就没有 然后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